會簽到第三個功能 就是所謂的刪除資料 模擬資料 那第四個就是 我如果說資料庫裡面的資料有錯誤的話 我必須要能夠做修改資料 所以其實你要學資料庫 最重要就把這四項學會 基本上大體任何應用都不脫離這四個 就是查詢、新增、刪除、修改 就這四大功能 那後面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會跟大家講 怎麼樣去建立一個資料庫 並且把它秀出來 那當然我跟他講 第一個動作就是查詢 非常簡單 你們如果懂得用什麼呢 這邊有個叫做 資料 在工具箱裡面有資料 第一個我先加一個 Seql Server Source 然後來源指向哪一個呢 指向這一個 指向一個新的 這個 直接就選取 直接用這個就可以了 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 這邊有個全部 通通資料都帶進來 然後測試一下資料 測試一下查詢 那這邊所有的資料呢 我資料庫裡面的東西 通通都秀出來 是說有抓到 按完成之後 這第一個步驟 這第一個步驟 那我要秀在哪裡 先有點像接水管 接到這邊來的 第二步是說 我可以用規律 放在這裡 然後把它指向什麼呢 水管 就是Data Source Data Source 1 接下來的話 甚至可以啟用分頁 或者是說 啟用排序等等的 那我們這樣資料庫就完成了 如果要秀在網頁上 直接按執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馬上就秀在網頁上 比如說 我以後的資料 很快的 通通都可以放在網路上 甚至可以讓 後面還會教各位 怎麼去做檢索 比如說 人家可以輸入關鍵字 就可以檢索 另外的話 就是說 可以讓它按照類別 可以去做檢索 反正各種檢索方式 只要有需要 都可以做得到 另外呢 還有新增資料 或者刪除資料 甚至是做一些查詢 其他修改資料 這邊都可以做得到 甚至你看 我剛剛根本沒有寫任何程式 我點一下排序 它也會排序 非常簡單 如果再用ASP Done Net來做 管理資料庫是一定很方便 而且很快速的事 這個部分後面會再跟各位講 今天的話我想就先到這裡 回家有時間 先把這一本書 有空的話 把它看一下 另外如果看書 覺得很辛苦 引音檔案的部分 我已經把它放上去了 如果有需要 自己再看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先到這裡 記得作業要存起來 下一次 最後一次要繳交 好嗎